我 哇 這是從白骨身上 隔下來的那大蟲毛吧 真是憋出心裁 那可不 你娘對著這蟲毛啊 發了大半夜的呆 才弄出這麼好看的模樣來呀 讓我娘費心了 沒有什麼 你別聽秦媽媽誇大其詞 我是在想 你初次守戀 是露了一回臉 可是空手而回 你心裏頭難免有那麼點遺憾吧 再說 你小小年紀就有君子風範 這一次放生白胡 大家伙都是津津樂道 所以 我怎麼樣都要給你留下點紀念來 你瞧 這掛在腰帶上 不是挺好看的嗎 按摩上的皮袍 還有像了翠玉寶說的弓箭 都不及這個 因為這是我娘 畫了心思在裡頭的 我定要格外珍惜 時時帶著她 你是個好孩子 身在王府 又是長子 你的肩頭上 不知背負了有多少人的期望 然而 你有真氣 又成才 每回見到你阿媽 一點以你為榮的神氣 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安慰 那麼為了我娘 我還要更生氣 更成才 將來長大了 學問好 功夫棒 絕不讓阿娘失望 父親真是沒白疼的大少年 光聽這話就夠窩心的 再看你們這副母子情深的模樣 我這心裡呀熱辣辣的 真想掉眼淚了 母子情深 倘若十二年前 不曾幻影 如今 承歡西下的 該是另一番情景吧 假如 那孩子還糊著 他的命運 又會是怎麼樣的呢 好 刀唱歌 來順唱歌 今年怪事特別多 螞蟻彩編大老虎啊 和零石頭滾上坡 滾上坡 刀唱歌 來順唱歌 歌是美來美是歌 叠叠弯着波浪鼓瓦 爷爷拍手笑呵呵笑呵呵 道场歌来顺唱歌 月亮万天星一颗 老鼠捉猫团团转马 猫儿咬狗声多 闹声多 老鼠捉猫儿咬狗声多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捧场 谢谢了 谢谢娘 谢谢 二位爷 有何指教 对了 正是来指教指教你的 你们这一老一小瞧得挺眼神 敢经是打外地来的吧 没错 这就难怪了 脚踩这么六爷的地盘也不表示表示 阁下手上拿的不就是了吗 你等咱们是喝西北分上拿的 打哈哈 这点钱是个腰饭的 那依你说便要怎么样 好 我现在告诉你 咱们这孤孤城 大城门楼起 什么商家自好 酒楼饭馆 直到这街上的剃头担子 全归咱们崔六爷照应 头一回开张了 赚多少 孝敬多少 以后初一十五 半数就成 这是规矩 懂了没有 哎 钱在这儿 全在这儿了 不要给他们 哎 根本是一派胡言 休死你 爹 这等规矩 谁也小手不挤 你说 咱们走 咱们这边出了什么楼 不劳二位照应 嗯 要走 行 钱袋拿来 什么话 光天化日之下 难道你们也印象不上 啊 爹 你骂了 我去你吗 爹 爹 哪嘞 你们这些强盗 我怎么关不去告你们 臭没事了 我让你尝尝骨头 我 哎 哎 爹 爹 你们别打他了 他是上了年纪的人 欺负你这么打的 你放开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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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這瘋強的 爹 快点 先闯口气 我兜里还有几个钱 回头 我给你请大夫 算了 我不碍事 琵琶摔坏了 钱得留着 咱把新的 总不成 连个吃饭家伙都没有吧 都怪我沉不住气 少用几个钱就好了 沉不住气的是你爹 自个儿受罪 还连累了你 就是管不住这个脾气 想你娘在的时候 脾黄小起 大骨帮子 样样都精 在京城里提起苏翠华 也是个角啊 这家著名的饭馆酒落 都争相邀咱们夫妇俩 那风光虽抵不上 戏班子里的名铃 人前人后 可也遵我一生白师傅 哪受过今天这能嫌弃啊 娘的本领 我要有一半就好了 那么酒店和饭馆的那些掌柜 就不会老给咱们吃闭门羹了 咱们也不会卖唱 海爹受这种委屈了 不不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 爹 爹 你慢慢说 爹 爹 孩子 真正受委屈的是你 爹 只怪我 没把你娘照顾好 两年前就这么一病不起 生活无以为机 你到头来 今让你小小年纪 就挑起了讨生活的重担 你不知道 爹有多心疼 多遣旧 你娘 悉你如命 若是地下有之 她怎能安息 不是这样的 娘临终的时候 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 乖乖听话 要好好笑出来 让你爹得到安慰 倒是我做不好 娘才不会安息呢 失去你娘 不已了无生去 就是因为有你 这才活下去 这才活下去 不要难过 不要哭 我会好好照顾爹 今后加倍练本领 等再过两三年 就可以上台面了 那时候就不用发愁 不会受气了 是不是 但愿我快快长大 快快长大吧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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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各位观音 众二 Tok 请问童老板在不在 这的老板不姓童 姓 gebru 就是我 是徐老板 在下白省林是童老板的救食 对不住的很 在下离开北京已经有十年了 不知人是已非 有冒昧之处还望多多见谅 好说 好说 盈双快来进回徐老板 小女还盈双 徐老板您好 那我先喊跑台的招呼二位 小二 等一等 徐老板 咱们夫女俩 是靠现场曼衣讨生活的 不知道您能否行得方便 让我们俩在您这儿唱个小曲什么的 不不不 这个地方不兴这玩意儿 再说戏园的离这儿也不远 这客官们要想消遣的话 不差这几步路吗 徐老板 说句不怕您见笑的话 今时虽是卧虎藏龙之地 可我自小学艺 十年来唱片大江南北 自信还上得了台面 您老是做大生意的 讲究的是广洁善缘 也不在乎借咱们妇女一语之地 是不是 倘若唱得不好 不等您开口 咱们也没脸呆着 但若唱得好 跟您这儿添些热闹气息 您老也才远广进 您说对不对 这是 徐老板 您就帮帮忙 帮帮忙吧 那好吧 随我来吧 大叔 把离机车跑行怎么走啊 那边那边 不责了 月钱十两银子 成 好 那你们就先接着吧 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起头就顺当了 好 接下来自然就会渐入佳境的 是不是啊 白衣双侧后看官们一段 好 接下来自然就会渐入佳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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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自然就会渐入蹦inas 眼神的狠 咱们府里经常存戏班子 这明觉见多了 这位不是 好 可是他唱得挺好的 长得也挺好的 怎么还好吗 回爷的话 这样奴才形容他的好处 最少有十来百御程艺可以用 这话爷您听得不耐烦嘛 所以呢不如不说 这要不说还不闪开 炸 弹起了我的乐 经常受洗浆烈 一切兮兮兮 弹起了我的乐 经常受洗浆烈 一切兮兮兮 相信我的作业 替同我的力 宣伤 你 请给我 滴泡 我叫大爷赏的 有劳小哥 带我谢过大爷啊 甭客气 佩泽爷 您大驾光临了 老佩泽 西屯的哑壮对吧 请请请 谢谢 大爷把她挂起来 你他妈的眼睛 对不起 对不起 莫是无心的 这位爷 对不住 小女刚唱完一段 正向客人逃赏 没留意 请多原谅 有原谅 对对对 当然原谅我 混账东西还不放手 马上马上 快把离千捡进来 对对对 说什么刚唱完一段 是什么意思呀 对对 她的妇女 是在我小店卖唱的 卖唱 叫什么名字 白银双 好 好 叫她们到我楼上 去伺候一段去 去呀 快去呀 那是多龙被子 王公子弟 咱得罪不了 要唱可以 咱们在这儿唱 你 走 怎么了 尊家请自上楼 要听什么尽管点上名来 咱们在这儿伺候 去 是 快 你们 你们干什么 你们先干什么 放 放手 你们放手啊 咱们是会规矩去卖唱的 你们这边买恨无力 强心腰人 就算你要上去 什么也不唱的 放手 不唱就不唱 给我上去吃点小菜 喝点小酒 我正醉翁之意 你不败酒了 大胆狂徒你真正放肃 知不知道小爷我是谁呀 真 废子爷 咱们少爷不爱招摇 茶寺酒養这种地方呢 叫生大少爷就行了 你们有电头衔 你 你 你算什么东西 你竟敢拐着弯地骂我 这里人知道你是多龙被子 你非但不谨言慎行 反而横行霸道无端生事 一定确确是有电头衔 我生事 谁坑气了 我看到是你 打人带砸电 摆在眼前人人都看见了 你看 你看 你看把他打的 谁又坑气了 这人人看见就只当没看见 可见你被子爷的为人 真的是没话说 你个狗奴才敢损我 你也配 你 混蛋快上啊 这债能打吗 他跟您是一样的 保持顶带的 你这个混蛋 你爷爷的胳膊都让他拧断了 你还管什么顶带 快给我打 去 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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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小心点好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爹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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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